第486集 板蛮人在八郡作乱 官兵连年征讨没能平定 灵笛打算出动大军 为此询问益州派驻朝中汇报情况的 纪律汉中人陈毗 陈毗回答说 板族中有七个大姓 自秦朝的时候 他们就建立过功勋 因此得到了免除填租赋税的优待 他们全都骁勇善战 从前在勇初年间 枪族人攻入汉川 郡县政权全被破坏 得到板人的援救 枪人才被打破 死伤殆尽 枪人称板人为神柄 并相互告诫 不要再向南进入这地区 到了建合二年 枪人又大举入侵 全靠板人才连续击败了枪人 前车骑将军冯坤 南征武陵 也是依靠板人 才得以成功 最近义州郡发生叛乱 太守礼也是用板人平定了叛乱 板人如此忠心耿耿 屡见功勋 原本没有反叛朝廷的意思 可是地方官府向板人 征收的赋税极重 亦使他们残酷地鞭打 超过对待奴隶 还有人为交纳赋税 被迫卖妻卖子 甚至有人因不堪忍受 而文景自杀 尽管他们曾到周郡官府去 陈诉冤情 但周郡长官既不处理 又不向上奏报 路途遥遥 无法到京城直接向陛下喊冤 满含怨气地向藏牵呼喊 仍是投诉无门 于是各部落便聚集起来进行反抗 他们完全是迫于无奈 并无建立政权闹独立的野心 如今只要任命青年能干的官员 去担任周郡长官 动乱自然就会平定 无需调兵征讨 灵帝听从了陈皮的建议 任命曹迁担任八军太守 宣布皇帝赦免他们 叛乱行为的诏书 版人立刻全部投降了 八月 在阿庭岛建造起高达四百尺的楼台 冬季十月 太尉许被免职 任命太长杨刺为太尉 灵帝在上林院打猎 后又经过寒谷关到广城院进行狩猎 十二月 回到京都洛阳 到太学进行巡视 环点担任士御使 宦官们都很害怕的 环点 经常骑一匹 清白杂色的马 京都洛阳因此传言说 走走停停 避开骑杂色马的御史 环点 是环燕的孙子 六年 鬼害 公元一百八十三年 春季三月二十一日 大赦天下 夏季出现严重旱灾 封和皇后的母亲为武阳军 秋季 金城郡境内的黄河水暴涨 泛滥两岸二十余里 五元郡境内发生山崩 最初 巨路人张角 信奉皇帝老子 以法术和咒语等传授门徒 号称太平道 他用念过咒语的浮水治病 先让病人下跪 先让病人下跪 说出自己所犯的错误 然后喝下浮水 有些病人竟然因此痊愈 于是 人们将他信奉如神明 张角派他的弟子走遍四方 不断地匡骗引诱 十余年的时间 信徒多达数十万 青州 徐州 幽州 义州 京州 扬州 衍州 和玉州等八州之人 无不相应 有的信徒 卖掉自己的家产 前往投奔张角 他们塞满道路 尚未到达而死在途中的 也数以万计 郡县的官员 不了解张角的真实意图 反而让张角叫民向善 因而为百姓所拥戴 太尉杨次当时正在担任司徒 他上述说 张角欺骗百姓 虽受到免除罪责的设令 仍不思悔改 反而逐渐蔓延扩张 现在 如果命周郡进行镇压 恐怕会加重局势的混乱 促使其提前叛乱 应该命令刺史郡守 清查流民 将他们分别护送回本郡 以削弱张角党徒的力量 然后再诛杀那些首领 这样不必劳实动众 就可以平息事态 恰在此时 杨次去职 他的奏章就留在皇宫 没能执行 马图院刘陶再次上述 重提杨次的这项建议 张角等人正在加紧策划阴谋 四方秘密传言说 张角等偷偷潜入京城洛阳 窥探朝廷的动静 其在各地的党徒 暗地里遥相呼应 周郡官员怕如实承报 会受到朝廷的处分 就不愿上奏 只是私下相互间通知 不肯用公文的形式来通报 为此 建议陛下公开颁布诏书 玄仲赏捉拿张角等人 以封侯作为奖赏 官员中若有胆怯回避者 与张角等人同罪论出 灵帝对这件事很不在意 反而下诏让刘陶整理春秋条例 张角设置三十六个方 方犹如将军 大方统帅一万余人 小方统帅六七千人 各立首领 他宣称 苍天已死 皇天当立 遂在甲子 天下大吉 并用白土 在京城洛阳各官署 及各周郡官府的大门上 都写上甲子二字 他们计划 由大方马元义等先集结荆州扬州的党徒数万人 按期会合在夜城起事 马元义多次前往京都洛阳 以中常市丰徐凤等人为内应 约定于次年的三月五日 京城内外同时发动